雷歐雷史記 紀念魯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馬札爾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姆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馬札爾人 馬札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有免費的鍛造技術 每生一個實戰攻擊力就會自動加一攻 光劍時代就是會多加一 所以馬札爾的弱馬快攻是非常兇殘的 再點一下一級馬凱跟平總 這個封建時代的弱馬就變成最高級的弱馬 那馬札爾人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後期反驅攻也是特別厲害的 後期的反驅攻可以讓他的重裝馬攻 變成射程最遠跟傷害最高的重裝馬攻 後期的馬札爾人他的軍事能力也是相當厲害 免費的三攻關係 讓他後期游小也可以快速成型 所以馬札爾人會比較偏向於打強軍事的部分 不太適合跟對方開農 好 那我們先介紹來介紹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羅車造價便宜 而且他羅車研發的科技獲得的效益會再更高一些 亞美尼亞人這個效果本來是增加25%的科技效益 但是到了12月改版變成40% 我不期望亞美尼亞的這個工作效率有在提升一點 因為我每天一直在抱怨 工作效益實在是太差了 結果下一次改版真的是有改動 那亞美尼亞人除此之外呢 他第一個強化教堂 還有這個額外的聖物 讓他可以一開始就這個教堂產生黃金的效果 所以通常呢 不管是喬斯亞人或是亞美尼亞人 都會去迅速開下自己的強化教堂 但是亞美尼亞人強化教堂價格也比較貴一點 會是200木頭 所以如果你先開了強化教堂 就意味著你的城鎮中心會再更晚開下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下也是一門學問 那亞美尼亞人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100血的劍兵勇士 配上這個複合弓箭手 是比較常規的主力 那封劍時代的話 或是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這個奴兵 甚至騎士都可以稍微考慮的 畢竟亞美尼亞人騎士是沒有三級馬凱 那品種跟二級馬凱是有的 城堡時代打騎士並不太差 但是對手是瑪扎爾人 瑪扎爾人打騎士的話就會相當劣勢 可能叫免費的二攻 就很容易就打得一膩了 所以亞美尼亞人這場對瑪扎爾人 算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 而且就算後期轉出白血劍兵勇士 瑪扎爾人的後期反驅攻也是挺難受的 所以這場沒意外的話 亞美尼亞人是會被壓制住的 那這場我是沒有判誰輸誰贏的 只能大概預判 亞美尼亞人應該是打不太贏 瑪扎爾人 畢竟這個組合我們也是沒有看過的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配置 先來看瑪扎爾的 我覺得瑪扎爾的配置需要特別看一下 他在新的版本裡面 跟以前的版本的配置有稍微不同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現在看到這邊是一個人吃過 該好模仿 當然是可以確保自己可以生時代 伐木場跟模仿 然後這裡伐木是補到了四個人 下面補到五個人 九人伐木 OK 九人伐木的話 木頭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然後這邊就去吃綿羊 下方拉了一隻村民 要伐木嗎 還是要蓋東西 伐木 要蓋東西 OK 補了一個軍營 然後這邊就去六個人 去吃羊 應該是五個 一個補木頭 十個人補木 然後兩個人吃果子 黑暗時代的配置 會有關於你 會牽扯到你的 風箭時代的配置 跟前期的壓制力的威力 所以你只要前面配置配得好 基本上你可以秒殺很多玩家 你會這種極限配置 這種頂尖選手 至少你有1200家 那當然你後期不太會往後轉兵啊 那你可能就會 止步於在1200或是1500左右 好 那我們先從頭開始選 看到這邊 落馬已經出來 而且還配了槍兵 這個觀念是非常好的 槍兵按個幾隻 也是防對方落馬開局 即使對方沒有落馬開局 你的槍兵也可以去戳對方的民兵 雖然這個時間點 對方民兵才過來 眼睛 對方也已經要涼掉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這個時間出來民兵是太慢的 好 那來看到三隻落馬 現在落馬都有異攻的傷害喔 傷害非常痛 5加1 好 最初也是按兩隻落馬 過來騷擾 那雅美尼亞人這邊也是選擇一個落馬開局 兩邊都是小微撒農田的一個策略 好 雅美尼亞這邊撒農田撒得更快啊 好 好兩名槍兵互戳 現在雅美尼亞人拿到了優勢 左邊稍微為死 戳掉 好這邊落馬回隊伍一下 戳掉了一隻落馬 右邊補了一個四級 準備要雷升十代 但現在也在補落馬 看到對方的槍兵太多 雅美尼亞有點害怕 MBL 這裡有點危險 對方的落馬太多囉 四隻 對了兩隻 好那MBL希望把戰場拖到他的家裡 不要再自家開戰 好這邊一個高打第一槍兵 回打一波 馬扎爾這邊異攻 最難產的地方就是他的槍兵也會有這個異攻的傷害 所以馬扎爾這邊打的算是很OK的 槍兵跟肉馬出這麼多 打越久越有優勢 3加1的傷害 比MBL這邊出更多的槍兵進行反擊 那馬扎爾這邊也是轉出了工兵 去反制一下 槍兵 槍兵數量目前還是雅美尼亞人 這邊有優勢喔 但沒有第一時間去打後面的工兵 工兵現在爽爽輸出 射掉了三隻單位 好開始變成烈士囉 這個 落馬配槍兵的策略 然後又轉了一隻工兵出來 哇 這個馬扎爾這個打法好兇狠 好 那MBL這邊是要趕快上前把這個工兵給解決掉的 好 應該是可以收掉了 OK 搞定 左邊落馬高達第一反擊一下回去 但馬扎爾這時候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經濟差距打出來囉 亞美尼亞人這邊反而是落後的 好 這裡補雙射箭場 打一個雙射箭場 奴兵開局 那如果是補三射箭場的話 就是走馬功了 那亞美尼亞人的馬功喔 並沒有比喬治亞人的馬功路線還要好一點 因為他的馬功是連重裝馬功都是無法升級的 更不用說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了 所以通常走射箭場 都只會走工兵路線 不會去走這個馬功喔 好 那馬扎爾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好 左邊三隻落馬 上前戳 好 馬扎爾補下了二級伐木跟品種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二級射 好 更多的破名出來 九隻 好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邊卡位 收到一串有機會嗎 哇 差一刀 好 馬扎爾這邊轉出了馬功 好 這邊是三射箭場 轉馬功 那馬扎爾人喔 現在有這個特殊能力喔 這邊工兵看一下 裡面都沒有彈道學 射得很歪 那現在馬扎爾人的團隊加成 是馬功的製造速度 加20% 所以其實有馬扎爾人的玩法 是雙射箭場在出馬功的 那我覺得馬扎爾人喔 其實也不用開到三射箭場 畢竟 地上射箭場 耗費木頭也多 也可以考慮直接開個3TC 但是優點喔 三射箭場 這個成型速度海獅塊 你看現在就有這麼大量的數量 哇馬功直接射倒全部的奴兵 尷尬了 MBL 好 現在正面全倒 那現在可以反制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就是轉老頭 一個就是轉戰毛兵喔 你要轉馬功 按錯了吧 你要確定耶 MBL轉馬功 剛才說 MBL這個文明連重裝馬功都沒有 你就要打馬功 還是這個只是要去探路的 但是還有馬就 但馬功的優點喔 確實是比奴兵傷害多一點 但亞米尼亞人還沒有點品種 不如這邊就直接打個戰毛兵配老頭如何 或者是直接轉個奴套老頭 都可以考慮的 老頭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對方騎士 來克制戰毛兵喔 或者是克制你的工程器 那當然也有這個戰毛配槍兵喔 但實在是太被動了 太建議大家這樣打 至少老頭的話還會給對方些壓力喔 他也敢一直帶你邊邊角角一直亂打 好 那遇到馬功的話 二級工兵台甲也要趕快點下囉 如果趕快點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馬功給反制回去 還有這個彈道血喔 也要早點點下會比較好 好那這裡按了幾隻戰鬥技師 想要去撿聖物 哈特把右邊的馬功在這邊巡邏 阻止對方撿 OK 戰鬥技師去撿聖物喔 他的優點是跑得比較快喔 你一般的老頭速度更快一些 而且黃金的消耗也比較便宜喔 只要60塊黃金30肉 但是他是不能著想的 好戰鬧兵看到了馬功 馬功直接往前貼上去嗎 先收殘血的如何 再一隻 硬吃會不會太硬要了 有點太硬要了 這樣換划算嗎 五隻戰鬧換五隻馬功 好終於補工兵鎧甲了 這個真的是要早點補 好那遇到對方轉出頭石車 那我們剛剛說的老頭配戰毛兵喔 老頭只要補下救贖思想 就可以招向敵方的工程器了 所以戰毛配老頭 算是一個很好解對方的馬功配工程器路線 還有騎士 但是這是蠻吃手術的 如果你手術不快的話 或者是覺得 救贖思想太貴喔 也可以像MBL 直接轉這個頭石車 秀回去了 因為這樣的消耗更少 冰點475還要便宜 而且更有效的去即死反擊敵人 唉唷這個預判成功了 好拖車回答一下馬功 趕快修理一下修得回來嗎 很極限 血量剩一點點被拉回來 回頭打個一發 但是高打滴傷害太高 收掉了同時車 哇高打滴的傷害 直接把馬功的傷害拉到MAX 還好他不是達達人 那跟達達人高打滴收得更快 好正面再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再兩隻村民被擊殺掉的一隻 左邊的槍兵跟戰毛押到了MAXA的家裡 MAXA也是剪了幾個生物出來 用戰毛點頭石車MBL你可真秀阿 你怎麼帥成這樣 用現在的人怕來講 就是你怎麼帥成這樣 往前 不要 不要 不要你太帥了MBL 哇看他用戰毛兵 打我真的是觸目驚心阿 哇好殘這個血量 戰毛兵直接殘到不行 好上高地 現在投資車有優勢喔 打一發不會死 但是被馬功收掉了 OK 投資車這邊高地一定要拿回來 拿回高地之後 這裡就有高打地的優勢了 投資車就可以輕鬆1.2 沒有問題 好 當然這邊也是消耗了MBL一些經濟喔 經濟上來說馬炸應該是領先喔 剛剛收村收太久了 好那馬...喔 結果亞美尼亞這邊還是稍微領先喔 領先300支援 這麼快是MBL喔 在這種前線對抗的時候 經濟還沒有到落後 反而有點鼓舞開 這裡就是亞美尼亞人的經濟效育提升阿 但馬炸是0經濟加成喔 能打到這樣子也算是很不容易 好那繼續給對方壓力 馬炸真的是適合打架的文明 預判沒有砸死 好 直接去抓老頭 有機會嗎 後面老頭招翔 被招到了一隻 但老頭被換掉更虧喔 換了兩隻老頭 那這樣就不虧了 兩百斤 好 但馬炸這邊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MBL喔 帝王時代也補下 好 兩邊剩帝王應該不會有其他的火花了 都是小打小鬧而已 MBL這裡沒有轉一隻騎士來解戰毛病也是蠻奇怪的 反而按了 受不了是不是 說我也按了 阿英姿阿 稍微解一下很輕鬆了 一隻騎士過去就無雙 大雞巴亂喊就打人 結果 沒有生馬鎧阿 戰毛病反擊回去了 我的天 看來騎士沒這麼好解 現在才補下馬鎧 D級馬鎧補下 好 看到斯瑪帝王時代 前方的強化教堂 面臨了巨大的壓力 這兩個生物 要不然往後搬如何 不然會被打破 但是現在沒有機會搬了 對方的馬鎧給的壓力非常大 OK 裡面有生物阿 所以會射兩發箭矢 強化教堂 不是這麼的厲害 好 這裡姆子環補下 安息人戰術三級射 麻功直接全部提升上去 那MBL這邊能打的東西 就只有 戰毛兵可以打而已 那就是戰毛配頭車 打牙沒娘了 這個文明的工程器也是相當悲劇 頭實車也只有中頭 衝車也只有裝甲 並沒有重衝 這個大衝車也沒有 所以他長工程器也不是特別優勢 好 直接鬼轉波奇兵嗎 三級射補下然後轉出了輕騎兵 這個覺得這個情況 打這個複合弓箭手配戰毛兵似乎還不錯 然後可以的話再轉出白血的劍兵勇字 會更好一點 因為畢竟安息人戰術加上三級的弓兵鎧甲 馬攻騎兵的遠防還是可以高達6點 但是他有反區攻的關係射程來到了8點 所以複合弓箭手要射還是蠻困難的 還是需要戰毛兵種先去扛傷害 然後再用複合弓箭手去解掉會更好一點 後方蓋了兩個馬 最後想要去偷BD 轉騎兵去後面打後排 落馬開始按 前面這裡假了很久 巨型頭時機居然沒有在按 因為原浩承這邊是要急速轉返虛弓馬攻 所以他沒有把黃金跟木材留給巨型頭時機 要給這個頭時車更多支援 唉唷 結果這個一出來就被點掉 頭時車開始有點扛不住 哇 這個巨型頭時機 趕快架起來提升防護力 但是還是被大量的弓箭給射掉了 兩個生物可能要去被搬走囉 但是後面有兩棟城堡 這一棟城堡應該是不是可以暫時守住聖物的安危 我剛剛還想說你要用馬攻扛傷害然後去老頭解聖物嗎 這感覺有點硬要 OK MBL 這一波的 分推 看起來是做到一點事情了 那馬扎這邊開始出現了正面沒有辦法進攻的一個問題 新騎兵繼續馬爆 OK 雅美尼亞人的馬爆開始 好 等下了三級的步兵攻擊力 三級弓 這樣騎騎兵的傷害就可以變7加4了 只要4刀就可以彈死一隻村民 所以三級弓在肉馬燒肉裡面 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騎兵這裡補下 戰毛兵有繼續按嗎 有 那後方投石車依舊很麻煩 好 家裡也補了一些肉馬 待會找個機會用肉馬去解掉老頭跟後面的投石器 正面的部分就是用戰毛兵躺住 雖然是MBL的這個想法 好 拿炸這邊已經要馬爆了吧 好 直接硬拆 投石機拆掉了一台 第二台應該也沒問題 喔 差一點 差一發 這毛兵血量有點慘了 但是還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 馬弓 馬弓數量掉了非常多喔 這一波MBL反打回去 反學弓 再次用自己的射程 把戰毛兵給憋回去 兩邊打的算是天極限 好 點出了銀貫技術 科維尼安軍隊 待會城堡率的 馬扎爾標騎兵喔 就不需要弱了 不需要黃金喔 兩次我講反了 不需要黃金之後 待會這個弱馬 甚至是比這個匈牙利新騎兵 還要麻煩的弱馬 因為這個弱馬呢 是打工程器有外增傷的 巨型投石機一瞬間 就會被秒殺 那只要封鎖對方的工程器 馬扎爾人就會非常好打 甚至要反制戰毛兵也沒問題 好 點下了金罐技術 這個金瑞不是金罐 好 四刀一隻的弱馬 來一刀 倒定 上面兩隻弱馬開始往前跑 直衝農田 MBL有推回去的跡象喔 這時候才補下二級農田 戰毛兵繼續攻擊 但是馬攻是在高地喔 高達第一傷害太高 連戰毛兵都可以秒殺回去 三十六隻 三十六隻 這坨馬攻擊殺數來到了八十二人啊 後面的弱馬狂亂喔 繼續用自己的 這個寶兵 馬扎爾標騎兵進行反制喔 那馬扎爾標騎兵的傷害是 十加四喔 十四弓的弱馬 非常的痛 只要三刀喔 就可以砍死一隻 村民 好 這邊戰毛兵繼續反擊 馬扎爾標騎兵現在傷害非常高 但馬扎爾標騎兵喔 他的確定是近戰防御率喔 是完全是零點 但他還是有遠防二點 所以這邊這個轉一點 複合弓箭手 感覺會更好一點 對於射掉這個 標騎兵的裝甲 也可以反制回去一下 攻不攻馬攻的遠程 六點的裝甲 所以弱馬配 複合弓箭手 震毛兵喔 感覺是現在最適合的一個搭配 好 這波馬攻直接一致排開 傷害直接來到最大化 後方這兩個生物 還是沒有機會可以撿起來 哇 高達第一戰防御 好像有點反擊回去 NBL這波打得蠻漂亮的 能夠夾住嗎 好像漸漸夾住囉 那NBL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拖到 馬扎爾 把這裡黃金消耗帶進 只剩下弱馬的時候 亞美尼亞人就會 稍微有點優勢 右邊這塊黃金 還是被控住的關係 所以現在黃金 還是有點缺乏 右邊還是要找個機會 去把金礦給控住 現在哈特也是 只要等亞美尼亞人沒黃金 他就會拿到勝利 那現在以打垃圾兵作戰來說 是亞美尼亞人 這邊更省資源 對 要擔心被耗完的 而是自己 好 那右邊 左邊這個城堡 好像快要夾不住囉 全人在修理 NBL這裡也沒有機會 可以去拆掉後方 去巡頭司機 戰寶兵開始被逼退回去 馬攻數量還是維持在三十幾隻 好 這邊一發一隻馬攻 好 上面直接猛砍 巨型頭司機直接砍爆了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第二台高打低傷害 哇 這是低打高彩隊喔 這五滴沒有拿下 但是麻雜的標旗兵 遠遠不絕地砍得出來 麻雜的標旗兵的肉量來到 66片田 自動城堡 一直狂暴 麻雜的標旗兵 應該是可以輕鬆拿下 NBL NBL正面的部隊喔 完全扛不住 麻雜的標旗兵的傷害 麻雜的標旗兵打戰寶兵的傷害 實在是太高了 跟對方的弱馬也能打堆 只能打出 GG 哇 這就是 麻雜的後期喔 非常強大的一個經濟能力喔 三級農三級木喔 讓自己的麻雜的標旗兵喔 遠遠不絕地可以按出來 雖然他前期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到了後期的三級木三級農 到了這種 缺乏黃劍的情況喔 麻雜的標旗兵跟垃圾兵 可以遠遠不絕地噴出來 也算是一種 不錯的加成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 MBL拿到了大概約500支援的勝利喔 看到這邊MBL喔 瘋狂防守 經濟還是有這個領先的 但對方有四生物的關係喔 所以黃金數量還是有點多 那MBL的雙生物呢 是到了中期喔 就被打噴出來 也 也沒有再放回去了 有點可惜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 麻雜拿到L.34的KD喔 MBL只有0.43 這就是指出 垃圾兵喔 沒有出黃金兵的一個差距喔 黃金兵還是 全部都能克制的關係 所以這開第一手 看起來更優秀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